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香港書展天主教展區 iTalk的環子,今天請來的嘉賓就是李志源神父 我是你們的節目主持人Shirley曾淑儀,大家好 好,大家好 李神父你好,李神父就是來自沙田的聖本督堂區 是的,沒錯 我知道你年輕的時候,你剛才的形容是出自基層的 以及出自工廠的,可不可以跟我們說一下 是,從小就在洪番區長大的 即是哪裏呢?洪番區 那時候叫做環頭陷,現在就叫做樂庫 那裏的地方就是大家知道的 唯一幸運的是,在洪番區都沒有變壞 為何可以不變壞呢? 有沒有一些壞人來,年輕人跟我吧,跟我就可以了 有沒有這樣? 有是有的,不過我避免了 避免的意思就是說,那時候小時候都去摩斯打籃球 但去到差不多12、13歲的時候就不敢下去了 就像你所說,怕被人踢我入會 所以自己避了就不敢下街,不敢去打籃球 那你小時候都會想的,很快就懂得分哪些是好和壞 就不要黏著那些壞人了 本質上好像有點推動,叫我不要這樣,不要這樣 都知道你神父從小到大都是讀天主教學校的 會不會這個天主教的教育都令到你明辨是非呢? 小時候就懂得 其實初初不是的,初初我都是跟同屋主那些基督教的教會 參加主日學,參加聖經銜售課程 我已經做完了,有社會的其實 但是那時候沒有一種推動要領洗 因為家裡也不是教友 又沒有拜神,又沒有任何拜祖先,甚麼都沒有 即沒有任何信仰的 所以挺輕鬆的,可以任我們去選擇 但是真的沒有甚麼推動力 所以只是去接觸,只是去參加 就沒有再進一步要領洗 但是後來怎樣接觸到天主教呢? 事緣就是因為那時候在基督教學校讀,在天台讀書 去到那時候就因為那些是私校來的 在升中就要入他們的直屬中學,私校要給學費 學費貴 你知道一家幾口,媽媽負擔很重 於是找人幫忙,就想想想 就把我插班插進附近的福德小學 天主教的福德小學 在那裡開始就接觸天主教 不過認識也不深 因為那時候讀書就沒有想著信仰 直至去到中學 中學有一個機會 左選右選 最後就天主安排 讓我放榜,成績一般 去不到華人,去不到那沙 去了哪裡呢? 去了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 都是很好地說 彩虹村天主教英文中學 對,不錯的 家庭也很接近 放學,吃飯可以乘車回去吃完飯再回家 這麼好? 對,那時候挺好的 有沒有睡過午覺? 沒有睡過午覺嗎? 不用了 於是在讀書,又很幸運 剛好,所謂天主安排 是 到了成績三年,學下一個做法 就是聖經課 是 誰想去聽道理 就不用上聖經課 那我就為了不想上聖經課 因為用英文教,英文很差 所以為了不想上聖經課 就走下去聽神父講道理 挺好的 就是這樣 所以有時候我們信仰很奇妙 有些人說你的動機不太好 你的意見不太好 其實不要緊 只要你一接觸了 就天主做他的工作 雖然初時不好的意見 但是聽一下道理 就真的有道理 那是否就是那時候聽道理 聽一下覺得自己 咦,我覺得我也要做神父 好像說道理這位神父 我都希望每天會這樣 嘩,不太快 嘩,奇蹟嗎 你猜 我打算天主很快 快點進來幫忙 你很奇蹟嗎,不太快 那時候第一步就是 聽到道理之後 當然,學校或神父去問 你想不想領洗啊 很自然的 是 到期就問了 那時候 因為太小了 自己不可以拿主意 那就要見家長 見家長 那叫我媽媽去學校 見神父 那媽媽的想法就是什麼呢 宗教好 經於什麼 道人向善 是 就是 讓天主去教我 教你 所以天主教是天主教的意思 天主教你 天主教你 他不用那麼勞 讓天主去教我 同意給我去領洗 那領洗都要考道理 那時候 由校監神父 考道理 有沒有很大壓力呢 很大壓力 你又不想拜佈堂了 已經 是啊 其實說真的 幾百條要你問答 真是不懂的 不過 天主仁慈 神父都什麼 仁慈 都仁慈 終於都被我們 OK 那在學校領洗的 我是 你說開要你問答 為什麼現在我們讀武道班 不用做這件事 其實我很害怕的 開頭 我也很害怕 要答完百幾二百題題目 我才可以領洗 其實現在就不是要你背重色 現在著重是理解 理解 所以其實那些要你問答 已經在那個道理的 武道班課程裏面 蓋上了 還要是你明不明白 你不理解 識背沒什麼用的 有時候 不過都重要 是 起碼是識背 不理解都會識背 對 所以兩樣都重要的 那怎樣呢 領完洗之後 那就說回 為什麼有今時今日 變成理神父 其實緣起都是因為天主教學校 記得我 方溫開學第一日 入到去學校 在操場集會 在二樓 要說話 校長要說話 校監要說話 我記得那時候校長說什麼的 他說你們來這裡 不只是讀書 你們要學做人 原來這句說話 在我心裏很重要 真的 讀書為什麼呢 就是要學做人 到現在 我對那些學校小朋友 現在輪到你做校監 去跟他們說 輪到我做校監 去跟那些人說 我們來這裡是真的學做人 所以那時候說什麼 求學不是求分數 有道理的 是對的 對的 不過沒有分數又不行 有分數之餘 而且還要學怎麼做人 所以為我們在學校推展的 除了知識之外 還有靈性的教育 各方面 教我們怎麼做一個人 是 這是很重要的 好了 接著說回校監了 一看到那個 意大利來的校監 一個鬼佬 看著他 嘩 開始自己心裏 有一種很奇妙的感覺 就於是會想 為什麼 一個外籍人 外國人 外國人 能夠來到香港 一個不同文化 不同語言的地方 來傳教 給我一個感覺 很偉大 很偉大 是 當時他很偉大 我都沒有打算做神父的 你很偉大就行了 我仰慕你 他很偉大 因為我都沒有認識你 都不是教友 所以沒有想到 要做神父這回事 那什麼時候開始想呢 還有中學生 都會談戀愛 是嗎 那時候 那時候是否因為 南校也沒有這些 雜念 南校沒有這些包袱 所以 專心讀書 沒有說 拍拖 吹女仔 求學 求戀愛 求戀愛 沒有這些 那 那 先是這個 機會 認識了一個 這樣的 神父 再者 就有機會讓我 聽到你 領了洗 嗯 都沒有想的 都沒有想的 那什麼時候想呢 畢業了 是的 畢業之後 那時候就因為 讀書成績不好 求不到分數 沒有得升大學 沒有得讀御科 現實地說 就怎樣 要出來 工作了 嗯 初初打算在一間電子廠做暑期工的 電子廠 是的 我想像不到你在電子廠做些什麼 想像不到你 其實 那時候 會連暑假呢 都去找暑期工做的 我們 嗯 你知不知道我 賺點學費 賺點錢 賺點零用錢 我們那時候沒有零用錢 是 靠的是什麼呢 每年一些歷史 或者回暑期工 那些人工 還記不記得第一份糧是多少錢 那時候第一份暑期工呢 做九個小時 每日五個半 五個半 小朋友你是不是每日五個半 每一日做九個小時 在塑膠廠 那些玩具廠 嗯 即是裝嵌 什麼都做 什麼都做 那時候 嗯 請你已經很幸運的了 嗯 試過一年呢 不找人介紹呢 通過森毛崗找 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都找不到一份工作 嗯 所以整個森毛崗的街 我都熟了 嗯 大友街 雙喜街 三竹街 四尾街 五 是的 五方街 六合 七寶 你太熟這些街名 所以呢 主教當時 你一做神父 就委派了你去做一些基層的工作 都不是 初初做神父都是在唐區 嗯 後來我們發展了一個勞工事務委員會 事務委員會 在新浦江 就是一個地方做勞工中心 哪個神父背得最多街名 找你神父 所以就找了你了 知道我是工人出身 回到新浦江 很必然的事 於是 叫我去新浦江 做中心的神師 那又會不會 真的你做工廠的時候 接觸更加多的基層 令到你反省多多 多些信仰 所以做了神父呢 是 當時做了神父才去中心的 沒有 即是我說你做工廠 暑期工的時候 會不會呢 都沒有 沒有 不過當時 都是想著五個半而已 都不是 想著多些 其實 沒有最低工資 那時候 想著怎樣賺多些錢 最容易賺多些錢 是甚麼呢 當時你知不知道 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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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班有工伴的 所以很喜歡加班 所以早上7點上班 晚上9點下班 十幾個小時 是啊 賺多一點 挺好的 當時也是這麼硬碌碌的 這麼精靈的 十幾十個小時 都是這樣 好厲害 一樣的 做工廠 其實主要是為生活 嗯 也都因為讀完書 沒有繼續讀大學 那些就比較多些時間 嗯 剛巧呢 唐區又有一些善會組織 嗯 邀請我去參加那些善會 是 開始跟唐區 和善會更加 close 嗯 慢慢慢慢呢 信仰上面都豐富了 嗯 那最後就開始想了 到差不多年紀開始大了 是 一路一路成長 那要想 想甚麼呢 就是將來自己的人生大事 究竟想做甚麼呢 將來怎樣呢 將來究竟走哪條路呢 其實有多少條路選啊 其實當時 其實當時沒有人教的 沒有人指導的 那全部都是天主幫我去想 自己去想 那於是想一下 將來可以怎樣呢 將來可以怎樣呢 可以怎樣呢 自己想到有三條路 嗯 哪三條路呢 哪三條路呢 一是獨身生活 嗯 又不入修院 又不結婚 第二就是婚姻生活 是 第三就是修道生活 但你當時有沒有女朋友 或者拍過過拖 嗯 少少啦 少少 我以為你沒有 然後沒有一個年輕人 在自己想 我究竟結不結婚好 但原來沒有女朋友 那時候入唐區入善會 很多時候目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就是要認識女生 是啊 天主也知道這個人 最初都是不好的 動機 聖堂的女生 純品一點 是吧 好一點 乖一點 所以很多人以為我們入善會 想認識女生 那你是否當時 都是 最初不是 最初不是 後來是 後來也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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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這些就是天主 總之天主安排 沒有人比天主 一定就是 但也不覺得天主能安排 女孩子 也有的 有些喜歡的女生 你知道那麼多女生 校女會 那些 總有一些是自己對的 對 大大雙眼 對 對 對 有明暖 有暗暖 那天主 是不是叫你不用想 李志源 你是幫我忙的 你不用想 也不是 嘗試追過女生 追過的 所謂拍拖 是 但是很奇妙的感覺 嗯 每一次 就是所謂拍拖 回來的時候 那個心裡 都還是有些 保留 是 有些保留 即是不覺得這個人 是可以一輩子 一輩子 繼續跟他在一起 是否有這種感覺 是不關他的事 明白明白 是自己的 總是有些事情 好像保留 不夠 預言無論 初初不知道是甚麼 好 那怎樣去 令到自己更加清晰 那是一路 一路 一直保持聯絡 去街上 看電影 吃飯 這些是否拍拖 這些 是 是 是 那時候仲苗 我們沒有iPhone 那些 那靠甚麼 寫信 真的 寫情信 寫信 那女生很厲害 收過你的情信 我們是 那時候用書信來往 是 還有自己也有點害羞 有點害羞 不敢當面 跟別人說很多話 有一種 不像現在可以 甚麼都說 那時候不敢 唯有透過書信去表達自己的感覺 感受等等 那後來就 開始想 有婚姻生活 修道生活 讀身 自己都去想的 是 不會只是追女生拍拖 就不想別的樣子 亦都是心裏面那份的保留 所謂 原來天主保留了我 是 不是我保留天主 天主保留了我 令我 在那裏 覺得還有一些需要 嗯 於是就開始去找聖趙了 是 參加過聖趙營 嗯 不過聖趙營呢 結束了就結束了 怎樣結束了 結束了就結束了 三天 兩夜 就要回家自己繼續 繼續想 結束了就沒有跟進的 原來 結束了就你自己的事 是 再加上當時其實自己也有很多掙扎 嗯 家人 是嗎 家人不是最大的問題 是唐區 那時唐區的神父 然後呢 先後兩位都離任 嗯 就是所謂現在的還族 哦 明白 於是開始自己更加大的衝擊 想什麼呢 有人就持觀歸故你 嗯 你就在那裡留夜講科場 是 就是很多時候自己都會問 是不是呢 嗯 也都追求過 也都自己告訴你 不是的 不是這樣的 假象來的 嗯 聖趙是假象來的 哦 自己都denine過的 嗯 就是在這些掙扎裡面呢 後來唐區很幸運 來了一位執事 是 就是關傑唐執事 哦 當時是執事 哦 他來到之後 整個聖堂唐區的景象變了 嗯 活起來了 嗯 開始覺得 咦?有希望哦 嗯 做神父 可以是這樣的哦 嗯 於是就再次想回 是 再次自己認真地去探討 嗯 於是呢 就 接觸修院 也都 曾經 假期呢 就去修院避靜 嗯 自己靜一下 想一下是不是有聖趙 嗯 誰知道好不幸運 去修院那天 第一天就病了 是 是 就是可能想你在病床那裡 就是 回應一下聖趙 不是的 以前聽人說呢 你在修院有病 之後你沒有聖趙的 哦 是嗎 是這樣的嗎 是呀 所以那次 咦? 又想一下是不是的 去到就病 嗯 因為我自小有哮喘 哦 明白 所以時時病 是否捱到呢 病就多過上學 所以成績是不行的 不過其實 眨眼 都做神父做了 已經慶祝了25周年了 那其實呢 那現在我們都有 很多不同的神父 都用不同的方法 去接觸教友 那其實呢 你和陳德宏神父 都很厲害 在Facebook上面 我們是老友 我們是老友 你怎麼應付呢 其實我們作為教友 都很忙碌的 有時候看你和陳德宏神父 分享出來的東西 我會覺得 咦?我應該遲一份工 來看你們兩個 設定出來的東西 我沒有時間看完的 怎樣呢 你們 最初以前是ICQ的 是 ICQ的 最初 玩過沒有? 玩過 一定玩過 年輕人 不是年紀大才玩過 不是年輕人 哈哈 後來出了Facebook 我發覺 咦?更好 這個平台很好 為什麼呢? 因為我可以在Facebook 放一些東西 是公開的 當然這些不是秘密 是 是可以公開的 於是想一下 咦? 我不是可以把我的分享 每一天的聖經 短短地 放上去 給別人看呢? 你說做Blog 有人問我 神父做過Blog 那就是Blog 是B-L-O-C-K的Blog 要特地去找來看 對 別人不會那麼神心 走進去找你的東西看 除非很多東西 被人爆 看是非就會 但是Facebook 是一個最好的平台 嗯 將一些東西 簡單單擺出去 那我又不會寫 心靈雞湯 嗯 因為心靈雞湯 怎樣? 長啊 是 香港人 你問一下 在這裡 每個人都要怎樣? 快、簡單 是 即時 直接 於是我就透過Facebook 每一天 盡量都把那些聖經 用一些方式去演繹出來 擺上去 你看到的就看到 看不到的不要緊 嗯 我做了就可以了 你自己有沒有看到些什麼收穫呢? 雖然說自己做了就可以 但你會不會看到 多了年輕人 又或者甚至乎不是教友的朋友來接觸你 嗯 通常呢 就很多人看了就算的 嗯 得到就算的 我也鼓勵他們分享 是 雖然不是好的東西 看了 讚好之後就分享出去 嗯 那些人讚好就算了 哦 記住 記得 讚好就要分享 嗯 分享的意思就是 分享更多給別人 那這個第一 是一個 在牧民上 對人的接觸 第二 就是一個傳教的機會 嗯 因為那些朋友不是個個教友 是的 沒錯 透過這些機會 希望他們都得到天主 在裡面做些功夫 是的 嗯 知道李神父 接下來八月 就會跟一群年輕人 去到韓國 參加亞洲青年節 其實要有些什麼準備的呢 嗯 今次去亞青 也是我第一次去亞青 嗯 以前去世青 去得多 亞青就沒什麼去 因為今年放假 沒什麼做 哦 哦 他去幫忙帶亞青 嗯 其實我喜歡接觸青年人的 嗯 接觸青年人多 連自己都年青多 連青了 是的 自己都年青多一點 所以我喜歡年青人 喜歡接觸年青人 嗯 準備的東西很多 嗯 因為我們不是去旅遊 是 不是去玩 是一個旅程 是一個朝聖的旅程 透過旅程呢 希望青年人呢 能夠透過那個主題 能夠幫助他們 在信仰上面呢 有更大的益處 嗯 你知道今年的主題是什麼嗎 我真的要問問你了 哈哈哈哈 是的 今年的主題呢 就是 叫青年人要醒來 醒來 韓國最多什麼 知道嗎 殉道者 殉道者 讓殉道者 他們的生命 他們的熱血 去 照耀我們每一個青年人 嗯 不過呢 講韓國呢 自己去旅行都會覺得呢 感覺上呢 他們的教友好像是比我們熱情啊 還有投入的喔 是不是呢 即是他們的風氣啊 或者文化是好很多 因為 韓國教會的成立呢 不是靠傳教師 嗯 不是靠神父 是靠有自己 教友 甚至連第一個神父 都是去到中國 在中國那裡學道理 嗯 相傳聽歌仔在澳門 學完道理之後呢 就在中國 升了神父 才回去自己的鄉下 嗯 開展他們的教會 所以 他們是自己傳教的 嗯 很厲害的 而且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 初期韓國教會呢 剛才說殉道者 殉道者 因為他們很多人 差不多一半教友 當時 為信仰被殺的 嗯 所以會不會對現在的教友 會有更大的影響呢 就是一個地方有這麼多殉道者 所以當地的人 就是他們 信仰得來不易 嗯 再加上 殉道者的鮮血 灌溉了他們 嗯 使他們很多當地的韓國人 都接受這個信仰 嗯 也都信仰為他們 很多的見證 嗯 很多的見證 所以他們 就是願意去 信仰天傳 嗯 那你剛才就說 就是去亞青 都有很多準備 會不會都將很多 就是韓國這個教會的發展歷史 就是跟一些 青少年人預備好 這樣才過去 一定要 嗯 所以上一次的培育聚會呢 就找了 金東周神父 哦 找了金神父 來自韓國的金神父 現身說法 他都來了十幾年了 是啊 所以很好 他講了很多 當地教會殉道者 特別是金大健 是一個殉道的歷史 嗯 很年輕就是他 是啊 做了神父一年 他就去殉道了 嗯 二十幾歲而已 自己有沒有想過呢 其實 就是殉道這件事 是 你問得好 剛剛今天私人問我 嗯 問我有沒有想過做殉道 是 但是不是你說做 做的嘛 是嗎 沒錯 真的要殉道那一刻 其實真的不是我決定 是 不是我決定 嗯 就算我現在說 我想做殉道 嗯 不容易的 如果沒有那個環境 殺到過來 你會不會害怕呢 會不會軟弱呢 會不會擔心呢 嗯 其實人性是會的 真的會的 嗯 所以就算我說有願意去殉道 其實到那一刻 能不能夠殉道 不是我去決定 嗯 是天主 給不給我做 嗯 他要給我做的 我願意的 嗯 他不要我做的 我更願意的 哈哈哈 天天天祈禱 說我有殉道 我有殉道 我要殉道 還要做的嘛 他會說 遲些先 對 沒錯 近幾年都經常說 聖照少 其實李神父都經歷了很多 自己又要想一下 條路怎麼走 都很多經歷 那有些甚麼可以呼籲一下 一些年青人 怎樣去回應 聲接又或者都不是回應 有時是不清楚 都不知道是不是 好像你當年的感覺 那可以怎樣提醒一下 我們要怎樣才可以認清到呢 其實當時我的想法是甚麼呢 嗯 起碼我選過 起碼我想過 是 起碼我試過 行不行 其實不重要的 即至少要想一下 思考一下 你拋了個身出來 其實當時 要跟家人說 我入修院 很難的 嗯 我不敢說的 去到最後 修院逼我 你還不決定 要說的 明天要來 終於找一次 就說 我不是先跟父母說 先跟我婆婆 跟婆婆 阿婆好說些 因為很疼我們 很疼我們 阿婆當時 就很厲害 她 她沒有給過答案 yes or no 是 她說 這樣 你問你媽媽 她真的很厲害 她把波交給媽媽 我想像不到 我婆婆又這麼有智慧 真的 通常很多人都說 好啊 不好啊 她不給答案 把答案 交給我媽媽 然後叫媽媽入房 然後跟媽媽說 當時媽媽 第一句說話 她說 你想清楚沒有 出家容易 歸家難 其實我不明白什麼意思 後來我明白 她是擔心 因為中國人的觀念 入修院做神父 好像做和尚 是啊 即是 出家 和尚很辛苦 吃沒有一口好吃 睡沒有覺 好睡 所以她怕我受不了 你知道我自小多病 她怕我受不了 是 又怕做不成 失敗了出來 好像很沒面 嗯 怕我受不了 捱不住 所以她叫我想清楚 說完那個說話 我就沒有再跟進了 嗯 就當她答應 當她答應 就入修院了 那就決定告訴修院 當然了 又辭了工 然後跟修院說 我會進去 是 由入修院到做了神父 都二十幾年 有沒有經歷過信仰的低潮 或者都有很多挑戰 或者困難的時候呢 其實 有的 在修院都會有的 是 是 是 性格尚父都會有的 嗯 因為所謂的低潮呢 其實就是 當你在你的牧民生活裡面 唐居生活裡面 嗯 有時你會 只是想著你想做些什麼 是 以為自己要做到好好的那些事情 嗯 那原來發覺做不到的很多時候 是 不可行的 於是有時都會很挫敗的 嗯 多氣餒的 你想想著很好的計劃 原來沒有人幫你一起 原來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怎樣經歷這些低潮呢 因為我們人生都會有很多這些時候的嘛 那有時就 找人慎一下 找些神父慎一下 說一下 找陳德宏 對 找他慎一下 那時候沒有Facebook 現在時候而已 不過Facebook也不會這樣慎的 通常我覺得是要正面一點的 嗯 就是我要鼓勵一些人 嗯 是 你太過負面 太過消極 其實這個不是Facebook的給我們的作用 那個用途 嗯 所以很多時候我在Facebook 看到一些人有困難 心情不好 這樣 都鼓勵他們多些 希望他們真的留那個谷底 嗯 是 這個是我用Facebook的態度 嗯 明白 最後一個問題 很多教友叫我問你 是嗎 是呀 為甚麼你適合了那麼多 哈哈 是啦 可以說幾個提示 尤其是有貪美的女教友 每個人都點了頭 是嗎 是啦 通常有人問我 我都會第一句說 真的是天主安排 真的是天主安排 不過都要靠人的 嗯 試完有一次 有一個教友 就看到我 那次有些不舒服的人 是 他很關心我 他說 神父不如這樣吧 去減肥吧 對身體有幫助的 對健康好的 是 那麼我聽完之後就 哦 算了 因為我都找過營養師的 在醫院那裡 但是最後那個營養師說 甚麼呢 看來都幫不了 為甚麼呢 是因為你太餵食 還是怎樣呢 因為選不了 那他結束了 那這次他叫我做 我都是這樣的態度 嗯 誰知道後來呢 原來他 不發聲 幫我去營養師買了一個套餐 是 就叫我 神父 可以了 你上去見他吧 哇 那些教友這麼好的 對 所以那些教友很好 真的很好 那叫我上去見他 上去見他 那營養師就很好心機 嗯 那所以自己呢 想一下 人家這麼用心 嗯 用錢 是吧 所謂出錢出力 那自己要更加怎樣 努力一點 努力 還有甚麼 聽話 聽話 嗯 嗯 哇 很好啊 希望呢 各位都聽天主話 露我記住 謝謝你 減肥得利 還有健康的身體 健康的靈魂 都不是純粹為貪靈的 是為健康 當然不是啦 貪靈來做甚麼 謝謝 哈哈 最重要是健康 最重要是健康 祝你身體健康 謝謝 謝謝 謝謝你神父 謝謝